色字头上一把刀 Yara打多少你都靠 好 这手把Yara直接推牢了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排手 Yara Cias about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场上的忙碌级别是小毛十刀 双打麻二十刀 抓位四十刀 一个非常亲民的娱乐局 大家看牌 我来爆料 这里Yara也是从抖音上找到我 然后和我聊了会儿天 我问了她几个问题 那总结下来汇报给大家 第一就是 我问她打了多长时间牌 非常让我意外 她只打了一个月牌 那如果按照一个月的时间维度 来要求她的牌计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可以给她一些宽容 毕竟是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是吧 第二就是 我问她 你是通过谁来的Hustler 是不是Cia 她说并不是 是查尔斯老板 那看过周末高娃娃娃的 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们好像是朋友啊 第三就是我问她 你是不是和Cia很熟 她说还行 那最熟的是Sashimi 然后我问她Sashimi会不会中文 然后她说会一些 会的都是那些开车的中文 然后我让她转达一下 我告诉她 我们大鹏德州的粉丝朋友们 也会日文 但是都是那些开车的日文 咱们礼仪之邦 礼尚往来 好 说话 今天Yara也是拿到了DK的满价值 成功收持 四字头上一把刀 Yara打多少 你都靠 然后她近期应该会回国 那Hassler娱乐场还会去 但是应该是一两个月以后了 所以说咱们近期就看不到她的比赛了 那大家珍惜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一共四集视频 这个是第二集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珍惜美手牌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Cia拿到了七八杂色 便宜的扣进来 翻牌 六八圈 两张黑桃 Cia拿到一个中队 Cia今天穿这个衣服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感觉很乖巧的样子 有一点女仆的感觉 然后咱们这个大鹏德州确实啊 这个看的人越来越多了 传播的地方越来越广了 所以说咱们真的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这个随便胡说了啊 这评价一位牌手要尽量能够做到客观冷静真实 同时要这个说不好的话要委婉 否则的话动不动别人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这个不行啊 好 转排一张红心七 这样的话Cia拿到了两队 但是排面是出顺了 我们来看Cia 下注一千二 枪口味选手的A6有防守能力 没有进攻能力 想一下选择了Full 到DK DK这个牌很有可能会给支付的 就是说 他拿到Skin不弃牌 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之前解说他的牌路完全是看不懂 就是怎么预测都是错的 后来我就发现了 DK打牌 你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思路来理解 他是随心请看对手的 还有可能Cia打出来的牌 他就愿意支付 O要7了 想一下选择了Full Cia成功收持 拿到一个好价值 还让DK看了底牌 这个男人啊都是善变的 之前都是说Cia你来拿我的满价值吧 然后我看很多人现在都说 这个满价值要留给Yara了 不再给Cia了 确实和美女打牌 真的被拿价值也是很开心的 是吧 博她一笑 挺好 这手牌 这手牌国际向其皇后 拿到了Asis Asis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就是要打5Bit 如果是超级深仇 打翻后你有位置优势 同时你对你的翻后操作技巧 很有信心 面对4Bit也可以选择靠 这样的话藏一条街 不要把牌力暴露的那么明确 翻牌 8 9 6 两张草花 Brandon的圈石 胜率有38% 在前面选择了过 到国际向其皇后 下注4000刀 到Brandon Brandon有一个卡钩的听顺 和一个后门石花的想象空间 这两个牌看起来出路是挺多的 但是奥斯非常少 想一下还是选择了靠 我们来看一张转牌 转牌一张方片K Brandon再过 Brandon的后门花 没有想象空间了 我们来看国际向其皇后 其实出一张K啊 国际向其皇后 是有点担心对手是Kings的 如果是一个Kings 面对5败的选择了靠 翻后选择过 面对下注选择靠 转牌拿到一个Sed King 选择过牌 合牌再打 完全说得过去 所以说他没干打 因为一般来讲 打一个5败才吃 手牌范围就是A-Sed King 那国际向其皇后 拿到了A-Sed 就阻挡了Brandon 拿到A-Sed和A-Sed King的组合 所以说转牌选择过牌 完全可以理解 那合牌Brandon打出来 下注5600刀 国际向其皇后 亮出了A 那应该是不会加注了 看是选择靠还是缝了 5600啊 这个牌不太好弃 好选择了靠 成功收持 那当你拿到A-Sed以后 外面A-Sed的组合只有一个了 那么Kiss的组合 出一张K以后啊 还是有一些的 有这个三个 那A-Sed King的组合 还是多一些 有八个 所以说算组合 然后咱们再去算这个手牌范围 这个气牌率是比较差的 靠下来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对手是一个脏牌啊 比较弱的牌 这个牌完全不应该打一个5败彩池的 其实 三败的就该负啊 或者是翻前直接负掉也是没问题的 看个人选择吧 这手牌是一个炸弹彩池 每位选手忙下100刀 直接打翻后 翻牌 5 4 3彩虹面 Yara在小盲位 拿到了A6铜花 两头摇顺 抽后门坚果花 主动下入100刀 C的七七也是选择了靠 两位中国美女同时入局 国际象棋皇后拿到了五五 是一个顶三条 三迈出来 卡特尔森选手拿到一个小天顺 直接退了 哇 两个中国美女要遭遇麻烦了 我们先来看Yara Yara这手牌比较麻烦的点在于 她需要听的牌 被C拿到了 所以说二和七的补牌是少了很多啊 现在胜率只有8% 再讲一个场外的信息 Yara其实带入五千刀 输完了 又补了五千刀 现在后手马量还有2290刀 如果推掉 成功收持 直接水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如果是水上的话 我觉得她会更倾向于 弃掉这手牌 我们来看Yara 这个牌靠或者是缝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来看Yara 来了 直接推掉 到斯亚缝掉 淘通一位 像我家一位的六八杂色也是负的了 那国际相机皇后选择了靠 踩实来到了一万三千零五十刀 三位选手跑马 我们来看转牌 有没有二 有没有七 有没有二 有没有七 有没有红心 Yara很有料啊 可以的 咱们这期封面有了 转牌一张方片四 这样的话 国际相机皇后 直接拿到了葫芦 其他两位选手 周恩戴的 和牌一张草花吧 这个没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 好吧 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结果 好在斯亚是逃脱了 两个美女逃脱一个 保了一个啊 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场上的盈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 国际相机皇后 三万四千四百刀 排名第二的是 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刀 斯亚轻度水下 五百四十刀 Yara目前水下的比较多 是一万刀 输最多的 有一万三千零七十刀